欸,好的歌手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說,我現在發現啦 現在的藝人跟以前就不一樣了 以前的藝人是,你如果演戲你就好演戲 是 你如果唱歌,你會唱一些書琴歌你就好跟修欣歌唱完 你如果是動人歌手,你就動人歌手好唱完 可是現在好像不行 都看多元化吧 現在要多元化,而且要勇於嘗試 對啊 你覺得這次跟修欣姐的合作 你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當然是把它抬起來那一幕 哈哈哈哈哈哈 你竟然把這種把它抬起來這種事情當作是最大的挑戰 哦,你不知道啊,真的 我們開始練舞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宣傳其他兩三個月 對 我們開始第一個月 但我們在抬它的時候,我還覺得還可以啊 尤其是體力還可以 但是漸漸的,可能他的心在 我去看 喂 變得更豐碩的學畫 我們到最好 我不許你這樣說我的小青年 他沒有啦 沒有啦 你的身體比較壞 對,你的身體更有比較壞 所以你前兩年 你前一個月去 起診打那個掉點鼻子 因為他的關係嘛 沒有啦 因為到最後 因為那個時候宣傳起 節目太緊湊了 對啦 所以要常常抬起來 常常抬起來 常常抬起來 我們還要維持很久的時間 對 到最後我心想有些恐懼症 哈哈哈哈 我們說真的真的 因為到最後抬起來 前兩三小節啊 就是要預備要抬起來的時候 你都會怕 你自己看我的感性 我的整個臉部表情 都是一個很緊張的 你這個嚴肅耶 你那個眼神好像 仿佛 像是做了什麼壞事 然後警察剛好進來領檢 哈哈哈哈 恐恐 我聽說齁 你知道抬起來那個動作 我們馬抬起來那個動作 如果一邊抬不起來的話 一邊抬起來它會摔倒 對啊對啊 最會有危險 那不然就是如果一邊不出力 另外一邊就完了 就很慘 就像我一樣 哈哈 我就是因為呢 你說沒有力 所以說所有的重量 都傾向我這一邊 所以說真的觀眾說 奇怪 為什麼外面喔 張秀卿起來之後 那整個人是呈現 75度的情節 哈哈 我說算不知道 有一個人 中看不中用 哈哈哈哈 可是我說實話 這樣子呈現出來的感覺 我自己好喜歡喔 對啊 我就不錯 而且我覺得對於我們這個表演的 呃 一個歷程來講呢 它我們做了一個很大的突破跟挑戰 是 對 台語歌坦第一個是這樣子 第一個是這樣子 對啊 而且 哇 舞群還是歌手欸 哈哈 對 真的是第一招 好大的陣仗喔 對啊 可是呢 聽眾朋友可能不知道 其實我們兩個也下了很大的苦心 喔對啊 那人接受到這個任務的時候 當然我們兩個很開心 因為被天后清點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就一起喔 那時候我們把所有的事情都搁在一邊 那時候去學舞 跟小豬老師學舞 喔對對對 學舞 對啊然後呢 在很短很短的時間裡面 我們要把所有的舞步都記起來 真的 因為我們不是舞蹈底 對啊 所以齁 我們要學一下齁 舞蹈看很簡單的動作 其實我們都學很久 對 所以呢 拜託欸 所有在叫秀的 我們這些好朋友 不要再說我們太貴了 我們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對不對 對啊 唉唷 可是這段時間其實也培養了我們很多的感情 對 因為朝夕相處嘛 沒錯 所以呢 這個時候我就必須要次次讓你提到一下 好 這張專輯裡頭 尤其我跟學生姐的這個戀情啊 哈哈 又如火如草 對不對 如火如土 如火如土的這個蔓延 其實呢 我們唱的一首最主持人的歌曲 真的齁 唱歌曲 謙音曲 潘奎 來上月 無縁對面不上帥 臨海溫溫天天暖暖 只安排美麗的願望 一旦也來想 可愛美麗 天生一堆的願望 今生難問的 只能萬歲歲 今生欲拆聲聲歸 你是我的男 你是我的夢 天生一堆的 是我的夢 是我的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歌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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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蔡小虎 翁立友 羅時鋒 吳俊宏 你為什麼硬要把自己放在第四章 你問你那首歌 等一下 人家一張手臂裡面有十首歌 請問你那首歌放在第幾首 欸 鴨組欸 第十首欸 第十首欸 第十首歌不等待 你剛才提出來說 你剛才那個名字你說第四個 阿麻還有很多人的 高雄鵬大哥 對不對 江志豐老師 黃志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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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記不起來 如果沒有啊 還有我 我還有倒數第二名 我許志豪 喔是喔 對啊 喔 你是說那當初 你跟十個男人裡面 你第十個就對了 對啊 你是第十隻小人 沒有 我是他最痛的 年紀最小的 喔 對欸 那十個裡面你年紀最小的 有照尼迴白的嘛 照尼迴白的 照尼迴白的 欸 你是...你是... 你是第二年輕的嘛 陶傑是... 喔 蔡小虎 啊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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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這樣啦 喔 不是這樣喔 不然那可能黃志豐大哥 白第五首 喔 是喔 唉唷 我們這一組做完 還要趕快走喔 喔喔喔 對對對 我想起來了 那當初是秀欣姐 加盟好去唱片之後的 第一張的唱片 對 十個男人 十個男人就入圍了金曲獎 對 可是為什麼入圍沒得獎呢 根據我們後來的專業評估之後呢 是第十首 喂 第十首多... 手唱得不好 多累了大家 一顆老鼠死了 對啊 因為那張專輯照理講要得獎啊 因為他一定有很多歌 除了奇情大 第一波主打以外 對 第二波主打跟羅時豐大哥的 不敢在哭 喔對 還有得獎 第三波跟翁立有 大哥的這個... ㄟ ㄟ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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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江哥嘛 江志豐老師 天王製作人 對對對 實在去錄音有點緊張啊 但是我覺得還是表現得不錯啊 你說秀卿姐嗎? 沒有啦 我們那首歌還是表現得不錯 而且MV的拍攝啊 我還假的在汽車旅館 什麼 我們兩個動作 哇 有夠甜蜜耶 誒 說到這個呢 其實小弟我呢 但卻有一點意見 誒 是 如果沒有我來說 我就沒有帶我們兩個人的感情 哎唷 去汽車旅館我帶攝影機去 我剛才看得到這麼公開的 沒有啦 因為現在的汽車旅館 其實我設備都不錯 而且場景不錯 很多 對啊 所以其實 我覺得我們在 我們MV拍起來的那鏡頭 很漂亮 真的 的確是啦 我心服口服啦 因為那張呢 實在說 因為慎重其事嘛 公司用到 哇 十個男人 十位歌手 對 請全力要來幫秀卿姐呢 這個 這個拉抬那個聲勢 是 當然她本身已經有這個金曲天后的光環 她的人氣是下下降 對 所以呢 再加上這十個男人一起來 欸 我們來參與這張專輯 可以說是也獲得很好很好的成績 對 真的 可是呢 因為很多歌曲呢 尤其呢 在第九首以後 大家就比較陌生啦 欸哪有 蛤 蛤 其實這十首歌齁 大家齁 對 影音樂都很大耶 我在看的 對齁 你現在KTV的電影唱率啊 看他很大耶 真的耶 所以我們也感到很榮幸啊 對對對 所以說你現在你的意思是說剛才我比較少親節有對稱 你是我 欸我是你的啦 所以 所以